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小孩小朋友回南部过暑假 然后就带我老婆出来 来过一下情人节 那你们觉得基隆这个港蛮漂亮的 对啊 很漂亮啊 想象中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次来这边吧 当然在地的都要共襄胜举啊 而且一年就这么一次 然后难得机会 所以好好地来欣赏一下 这场浪漫七夕烟火秀 人气强强棍 许多民众都提前来到国门广场 跟海洋广场卡位 市长谢国良 在文化局长江廷梅 市议员郭美秀 卫生局长张贤震 警察局长翁群能的陪同下 特别来到现场与民众打招呼 和大家一起共度浪漫七夕 那最近每次释放烟火都有好天气 所以小岳爸爸今天心情很好 后面有很多市民朋友 我们也一起要同乐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基隆市就是慢慢地走向一个国际海港观光城市 那我们会在这个议员跟局势首长 大家团队共同努力之下 会把基隆弄得更好玩 更温馨 更有爱 这次在基隆地标上面呈现的高空烟火灿烂夺目 让民众大呼过瘾 其中最佳的拍摄点在海洋广场 东岸广场 甚至更远的中正公园 都可以拍到具有山海港城多层次的美丽烟火 展现基隆之美 另外市府文官局也期望 透过烟火活动吸引上万名的民众来到基隆观光消费 活络带动基隆的商机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物料支持谢国梁前总统马英九再度来到基隆庙口 为谢国梁加油 不少来吃美食的民众和摊商 也不断为市长谢国梁加油打气 谢谢大家 前总统马英九跟基隆市长谢国良来到基隆庙口 沿途跟民众和摊商打招呼互动 获得民众的热烈欢迎 纷纷为市长谢国良加油 随后前总统马英九跟市长谢国良一起进入奠记公参拜 祈求基隆风调与顺国泰民安 让基隆人赚大钱 马前总统基隆市市长谢国良 祈全体贵宾人向殿记公开康圣王 祈本宫众贵村人请三上将礼 一上将 再上将 三上将 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市长 我们现在市长能够追随他们的脚步 希望建设这个 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在他的脚步上 进一步的把这个城市在北台湾 打造成一个模范的现实 好吗 最后我们都会要决心 我所属的公衆友 心体肩膀 万世路易多探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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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跟谢国良也强调 面对这第一次的罢免案 民众都非常陌生 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宣讲说明 也呼吁市民朋友要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 这样好的市长 让他好好坐下去 不要罢免他好不好 我刚刚讲的话 没什么大学问 不过还是请各位回家之后 告诉大家这什么意思好不好 绝对不能罢免 这是一个好人 这是一个能干的人 做了很多好事 不管是从老到小的 他都在帮忙 你罢免他只有一个理由 你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因为他当你的市长 把你的位置抢到了 对不对啊 所以各位千万不能够上当 千万不能够去罢免 好不好 最后呢 最后呢 大家可能还没有吃饭 希望大家想清楚 然后告诉你的朋友 告诉你的亲戚 再过差不多快一个月 他一个月就要投票了 在这段时间前 拜托到处走动 告诉有投票权的民众 支持谢国梁反对罢免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当然必须要来宣传 我们的不同意罢免 现在还有很多市民 根本不是很清楚 这个票到底要怎么投 这个是中选会急急着就想把投票日期提前 然后赶快趁基隆民众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就赶快把这个票投完了 因为他们了解 只要民众越了解这张选票 跟他的意义 跟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的话 他们获胜的机会就会不断的降低 甚至就不可能会赢 所以他们可以预见得到 会不断的想办法 用各种方式把这场选举提前 目的就是不让基隆的民众了解到 他们从未投过的这一票 代表这是什么意义 这次前总统马英九跟市长谢国梁 也到庙口名摊 品尝卤肉饭跟肉跟汤 市长谢国梁吃了一碗半的卤肉饭 前总统马英九把肉跟汤都喝完 不断的说基隆庙口小吃超赞 陪同的市议员韩世玉也说 这是从小吃到大的美食 非常有基隆故乡的味道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道 而市长谢国梁分享 他在基层走访宣传市政时 很多民众都给他鼓励加油 获得的回馈都是觉得 这个罢免案是劳民伤财 不同意罢免的民众居多 在各地去拜访 然后早上问安给通勤族的问候 其实很多市民朋友都有跟我们打招呼 都有跟我们喊加油 其实大家也可以从这个画面镜头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台湾是民主的社会 不可能每个人都支持我们 一定有人支持我们不支持我们 可是你要看的是比率 你要看的是比率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从民调数字 或者是你从平常街坊的反应 或是从不断的直播画面 你可以看到民众对于所谓的罢免 根据一份最新的罢免民调显示 同意罢免市长的人近四成 而不同意罢免市长的 有近五成的市民 从数据上显示 目前不同意罢免市长的民意 还是占多数 而且有五成的民众认为 罢免不会成功 认为会成功的市民 大约有三成二 所以我觉得民众是看在眼里 但问题是 大家现在没有投过这张票 所以大家不知道 这张票的投的意义 有很多人还是跟我们说 因为支持我们 所以不投这张票 那这样子其实是一种 民主制度的漏洞 大家应该要充分了解 这张票跟它所带来的效果 而不是用误解了 然后造成他们最后的不投票 所以当然我们自己会 多努力去宣传 然后我们也会更让市民了解到 如果要支持谢国梁 不是不出来投票 而是一定要出来投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金融市选委会公布 罢免查询单 共寄出了1441份 跟罢免阵营 目前宣称25000份的查询单 差距很大 国民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跟国民党金融市党部 召开记者会 谴责不实言论 而民进党方面也提出回应 画面上是国民党金融市议会 党团蔡旺连 蓝敏黄 与何淑平议员 跟国民党金融市党部主委 吴国胜 共同召开记者会 谴责霸凉阵营 宣传不实言论 虚假讯息 企图给民众错误的印象 国民党呼吁要还给基隆 一个良善的环境 停止罢免的政治操作 8月5号我们基隆市政府 学院委会正式公布 联署查询单只寄出 1441份 对比民进党民意代表 在这天节目在脸书上 乱说的25000份 相距非常之大 两个数字误差18倍之多 我想从市政府的公告资料 可以确认 这又是民进党选举的奥婆 他们公开造谣 纳市选委会为了基于选务的需要 确保这个罢免的公正性 依照民众所提供的情资 评估宽列25000份的 这个查询单的预算 以备不时之需 我在这里跟各位市民朋友来报告 这只是垫付案的预估经费 那必须是要依照这个核实支付 为支付的余额将全数缴回市库 绝对不会这个福报或滥用的情势 那在这里本人就要质疑了 因为本人是审查会主席 我们早上才在议会开程序委员会 那但是这个为什么公文晚上就出现在政论节目 今天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 要还给我们基隆地方的一个社会公平正义 在还没有确定他的联署出的分数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利用民意代表的身份 然后在政论节目 在媒体上一直在宣打 说是怎么25000份的这个数字 而针对蓝营召开记者会批评 民进党方面也提出相关回应 他们估算的罢免查询单数量 是来自于选委会提出的预算规模 我想大家有看到当初基隆市选委会 提供的相关的罢免的预算的一些科目 那上面也清楚的载明 这个邮寄费是25000份 但我们也很感谢基隆市选委会 能够依照相关规定来执行 那最后应该听到 寄出的查询还是1400多份 那也符合我们认知的期待 因为这跟高雄当初罢免的 这个相关比例比较相符 那我们只能希望说 未来如果罢免真的成立的时候 很多需要去宣传 或需要做动作的 在相关法规里面执行 不要跃举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时间 那今天国民党居然说的是说 因为我们在节目上披露 这25000份的这件事情 而造成选委会的一个公信上市 但重点是说 如果今天基隆市选委会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的话 它何来编列25000份的 这样的一个查询单的一个预算 那过去不管是在台北 台中高雄相关的一个罢免 它的罢免的查询单的一个比例 都不到10% 难道基隆市选委会 有像其他的县市 询问过类似的一个经验吗 我相信这个编列已经超过了60% 这是一个这么浮夸的一个数字 甚至是这么浮夸的一个数量 难道这不是当初就应该要被检视过了吗 所以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 的一个揭露 我们甚至是预防了基隆市这个罢免案 被恶意的一个没收 我觉得这才是应该是 基隆市国民党的一个市议员 应该要来面对的这件事情 根据观察 这次的罢免案几乎成为定局 将进入第三阶段投票 这也是基隆市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市长罢免选举 考验基隆市民的智慧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张启腾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在基隆长根医院服务将近40年 帮助无数患者重拾健康的民进党 不分区立法委员王振旭 在各界期盼下 在民进党基隆市党部成立基隆服务处 希望与党籍议员们一起携手打造健康基隆 3 2 1 请接牌 在立法委员王振旭 总统府执政童勇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林明志 前立法委员蔡世英 与基隆市议员前议长张胖立等人 共同接牌下 王振旭基隆服务处正式成立 选择与民进党基隆市党部合署办公 王振旭希望延续前基隆市长林又昌 与前立法委员蔡世英的服务 串联中央与地方资源 回应基隆市民的需求 与议员们一起携手打造健康基隆 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在国会服务 那当然基隆的乡亲也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所以就利用今天的时间 在这个地方成立了服务处 也对乡亲有所回馈 那也很期待乡亲能够不认更多的指教 还有如果有任何意见需要我们处理的话 那就麻烦大家再利用这个好的空间 我们有很好的服务人才 包括在党部里面有明治主委 还有我们的执行长 可以替大家做所有的服务 所以很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 来这里逢队 我们来这里把意见提供给我们这个参考 在基隆我们党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议作 议员在现场帮大家做各种的服务模式 那当然地方的建设需求 还是从我们的各个议员里面去提出各种好的想法 跟好的做法来给乡亲做服务 毕竟中央还是有中央的一些资源 如果透过中央资源跟地方议员的合作的话 我相信对乡亲的服务的这个能够得到更大的帮忙 所以我们很希望把这样的合作模式可以建构起来 让我们的议员在帮助大家的过程里面 也能够从中央得到更适当的资源 包括张浩瀚 斯伟正 洪生勇 曾宜芳 张志豪 与无画家等民进党及议员 还有多位里长都出席成立记者会 市党部主委林明志表示 未来基隆市各个行政区要争取中央建设 也能透过王正旭向中央争取 王正旭委员是属于我们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的委员 那也很感谢他 因为他在就任之后 就在基隆这边开了一个服务处 来认养基隆这个责任区 那透过这一次成立查会的这个过程 我们也希望未来王正旭委员 跟这个我们当地的所有的议员先进 能够一起努力配合争取地方建设 让基隆能够逐步走向更好的未来 大力促成王正旭成立基隆服务处的 前立法委员蔡世英 希望借此让市民知道 民进党的基层服务一直都在 我们特别跟王正旭王委员提到说 他长期也是在基隆的一份子 希望他接任不分区立委的过程当中 除了在中央立法的工作 在医疗方面的努力之外 在我们基隆市民对关心的相关议题方面 也能够贡献更多的心力 所以我想今天这样的一个服务书成立 主要的重点就在这里 那我相信过去市营的团队 跟我们未来王正旭王委团队 继续来为我们更多的基隆市民服务 那如同刚才我们党部的主委有提到 基隆市民的需求是非常多元的 无论是更需要中央的资源的协助 那我相信这方面我们都非常有经验 也未来会继续来协助基隆市的市民 基隆的相关单位 争取中央会多的补助 那对基隆市来讲 中央的补助越多 基隆市的进步越快 基隆队 加油 基隆队 加油 基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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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记者张旗潘 基隆报道 教室 基隆 基隆队 结晾 喂 отвеч 喂ي 苏西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呀 得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典 他 引法据典是什么 基隆市引法人才服务据典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特别化咨询履历见诊及就业没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评法活动 世代共荣 感谢观看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有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市长 诶 你被挡住了哦 好 我来把它翻开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有一个 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鸭 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 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鸭 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自身蚊虫 不自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医法贷售 可拨打减据专线 0800 867 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竞销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又带你来看南龙国小外面的南龙路天桥 8月9号晚上拆除 向中央争取3700多万元 南龙路段改造工程的议长同资委 特地和里长到现场关心 希望按照三个旗程如期施工 南龙国小外面的南龙路天桥 8月9号晚上拆除 当天早上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资委 特地协同当地里长到现场关心 这十多年来 小孩越来越少 这个天桥也越来越 越使用越来越多 而且 再来就是说 要去到319行这条路的腹地 这个花埔都会影响 行车安全 所以说我们去到这里 会请到这里来到3天 去改善我们这里的道路 把我们这个人行道和电缆地下化 我们的天桥的遗志 让我们这个南明国小这个腹地 可以越来越跨 对那个我们要里内要去学校 小学上学的小朋友 会比较安全 家长会比较放心 那对整体的环境 看起来会比较好 而向中央争取3700多万元 南农路段改造工程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也相当欣慰 感谢市政府和营建署的支持 更希望按照三个旗程 如期施工 希望将基隆打造成为 适合居住的步行城市 就从南农路开始 而第一个阶段施工重点 就是要拆除南农国小旁边的天桥 那于是我们在上一届议员任内 我们就大力地来争取 然后跟独发柱做了非常多次的讨论 那经过这个林友昌市长的同意 我们把这个南农路的这个人行道计划 中央跟地方合力来做这个争取经费的 完成了 准备今天晚上就要进行这个 终于经过大概三年 我们这整个人行道的计划 第一阶段就要开始来施作 那今天晚上就要把我们南农国小底下 这个天桥来拆除 那我们现在特别跟里长来会堪 讨论一下相关的一些细节 安全上面的一些设施 那我们接下来 南农路这个过去是有历史的 南农路过去没有高速公路的时代 南农路就是基隆通往台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省道 那所以过去是以车型为主的设计 那我们现在人本城市 我们从上一届到这一届 就是大力地在争取人本城市 人本计划 人形空间 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就从南农路 南农国小底下双侧开始做起 让我们的学童更安全 那我们这个里内 然后天桥是经过整个说明会 学校跟里内大家都同意 然后也希望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进行这个人行道的设计 跟天桥的拆除 让因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转向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人行空间其实非常的不足 然后停等空间也不足 所以我们就把人行空间做一个完整的设计 不过接下来再等红灯 等红绿灯的时候也会更安全 人行道会更宽 然后希望在第一阶段可以顺利完工以后 第二阶段我们会往八堵的方向做 第二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 第三年的期程我们会往市中心做 所以希望在三四年内 如果工程都可以顺利 那我们第二阶段 其实内政部也已经合定计划了 那年底 公务处就会送第二阶段的预算到议会来 那我想我们会大力在 我希望在议长任内 可以把南龙路的这个人行道完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副议长杨秀玉 携手有二里里长苏秋福 利用一片长达三十公尺左右的党土墙 向市府争取经费 期会象征有二里历史的煤矿 以及台湾蓝雀和油铜花的生态图案意象 欢迎更多的民众来这里游玩参观 七堵区有二里长苏秋福和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一起看着党土墙上 已经彩绘完成台湾蓝雀以及油铜花 大约四分之一的美丽图案和图案的轮廓 副议长杨秀玉特地和有二里里长苏秋福 利用这一片长达三十公尺左右的党土墙 向市政府争取经费重新设计 七会上象征有二里历史的路寮一坑口煤矿 以及台湾蓝雀和油铜花竹笋等生态图案意象 美化老旧的党土墙同时也行销有二里 欢迎更多民众来这里游玩参观 这是我们油那地区的一幅画 包括我们有一坑口 还有我们的笔筒树跟老鹰 我们的三分车断角 还有路寮坑车站 还有我们轻便车 人推的推车 还有油桶花 还有蓝雀 这是代表我们油的地区 全部所有的生态 还有动物代表性 因为原本这边是一个 就是那个党土墙 那因为之前很多年很多年前 就已经有画过一幅画作 那因为今年雷月他也老太隆重了 那就是有一次跟里长聊天 跟李明刚好在聊天 聊到说这里的这个整个青苔 长满的青苔 那希望说这里是不是能够帮它清洗 后来我就赶快去想方设法 帮它清理好之后 怎么样把这个就是我们地方的人文注入进来 那也跟这个里长 跟我们里内的这些里民共同沟通之后 希望能够让七堵的这个有纳社区 包括马林坑那边也都一样 希望能够把七堵的故事告诉大家 让更多人知道说七堵的美好 那七堵是个山区嘛 那七堵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美好的一些主题跟故事 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个整个异象穿越时空 让我们这些中老年人能够回顾 回忆一下这个当年他们的一个时空背景 那最最重要是让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年轻人 知道说当年的我们的爷爷奶奶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整个模式跟意境 也有借由这样来做另类的一个教育 让我们年轻人知道说懂得感恩 孝顺 属于七堵区所谓三区五里之一的有二里 有着采矿的人文历史遗迹 以及丰富美丽的大自然生态景观 因此副议长杨秀玉和有二里长苏秋福 希望利用这块刚好位在有一里和有二里两里交界处 属于有二里的挡土墙 利用美丽的图案意象 欢迎来这里参观的游客 也让当地老一辈民众可以怀念过往 年轻人了解丰富的历史及大自然生态景观 更爱护自己的家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码头工人蜜语打鸟是什么呢 基隆卫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法 体验基隆的味道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